原家嫁对头 如此荒唐之事亏我爹想得出来 小姐在这儿 我将我自己的全部身家 压到她身上 给她一些 看得见先死的 笔物 这是要顿刀杀人 咳死我呀 果然是为了虐待我 她不会是要直接动手吧 回复只不过是想和故事词 切副为啸 月崔月 果然阴险狡诈 专挑他人痛楚下手 而故事词此时此刻 正好缺了一位 如夫人这般的贤妹主 那你我合理啊 她就有了 绝无可能 颜武尖夫 帮我合理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 落入颜璇月魔掌 没见过粉红猛男啊 把荷包还给我 果然 男人都不能忍受 自己被戴绿帽 月崔 现在有休了她 公主看上了颜璇月 既然来了 还不进来请安 女儿亲自去 把她接回来 我看你如此娇小 至少 气质上不能输 你是说 让我与你假扮恩啊 去骗公主 你不会是爱上颜璇月了吧 我终于娶到你了 你跟我爹关系不睦 这桩婚事也非你所愿 但我也是受害者啊 夫人 你在我床上干什么 不要 这个颜璇月 真是我的克星 夫人 夫人 你是因为对我太过心动 谁会对你心动啊 拿到桃花千的爱里 将在众人的祝福之下 取下真爱之吻 我对她一见情心 可她是奸臣之女 放个走 不然我就宰了她 放开她 都怪我 没保护住你 我要你对我永不欺瞒 有人参照丞下通敌叛国 这件事 一定不要让夫人知道 你走开 我不想看见你 颜璇月听旨 超莫丞相府 连夜待夫人出城 亲姑也抄家亲岳父 救救爹啊 你非但没能证明我爹的清白 还变成了对丞相府下手的行刑人 你的姻缘究竟落在何处 可要想清楚 陈渊与玉辰 生同亲 死同学 永不分离 玉辰 快走